我想現在我們全國 縣市政府想要購買這個 輝瑞疫苗的縣市相當的多 尤其我們南投縣 已經報上去了 究竟何不何準都沒有公文下來 沒有收到正式的公文 那麼我想中央 既然你們買這個疫苗 遇到一些困難 買不到 現在所有的2300萬的老百姓 急著大家都打疫苗 結果你們這個動作慢的 實在讓老百姓都非常失望了 尤其現在每天死亡的 一半的再增加 短短兩個禮拜 已經死了124個人 這個是相當嚴重的 所以我們地方爭取要來購買疫苗 到中央應該一個輔導單位 衛福部也應該派專人 到我們縣政室來幫我們輔導 究竟我們疫苗 要怎麼樣從哪一個方向去買 要找哪個藥倉來代理 這樣來輔導我們 我們也採取一個方向可以來採購 所以他們中央 我看他們的心態是這樣 你們地方買不起 他們就高興了 這種心態是最不應該的 最惡劣的心態 一個執政黨怎麼可以這樣一個心態 所以趕快中央應該在衛福部方面 有這些技術人員 趕快來給我們輔導 到縣市政府來給我們輔導 如果去採購我們這些飛熱的疫苗 VNT的疫苗 這樣才是政務之徒才不會被誤會 所以我們這個福利民進黨政府 應該盡快的來幫忙地方來採購疫苗 因為你們不買 地方來買 你們不用花很多錢 地方自己要助仇 拜託 救人民的性命比較要緊 不要再耍鄭州的口語 希望盡快的來協助地方 我昨天已經向蔡總統請求 我希望說因為台灣 如果要能夠解除防疫的話 一定要能夠施打疫苗 所以昨天向蔡總統請求 希望6月份能夠給全民施打 早日提供疫苗給粉絲 對鄉親都非常的恐慌 非常的焦慮 非常的不安 現在唯有趕快施打疫苗 才能夠保證鄉親的健康 所以無論是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或是企業 採購或是捐助 應該都要全力來協助 讓大家能夠全民施打疫苗 自然之下誰會得到 既然是怎樣的 谷哥 發生風格 所以會得到 中國的手 血液